欢迎收看112年8月5号星期六的港独新闻 我是庄舒婷 新闻首先带您看到 高雄市第48届模范父亲选拔表扬活动 8月4日在文化中心至善厅举行 今年一共有19位 模范父亲当选者 其中最高龄91岁 最年轻45岁 每个人背后都有精彩感人的故事 不仅是家庭的重要支柱 也是子女的最佳典范与凯模 高雄市第48届模范父亲选拔表扬活动 4号在文化中心至善厅登场 市长陈希迈出席颁赠梁富凯模匾额 给予19位模范父亲当选者 除了祝贺父亲节快乐 也感谢父亲们为家庭为社会心情打拼 不仅是家庭的重要支柱 也以身作则 成为子女们最佳的典范与凯模 一二三 成奇迈以超人形容父亲所扮演的角色 并且表示每位模范父亲背后都有精彩感人的故事 同时感谢福泽基金会年年举办模范父亲的颁奖典礼 表彰传承模范父亲的优良典范 给予社会大众学习 并且向父亲对于家庭社会的贡献表达感谢 每一位爸爸在努力默默的奋斗着 努力着 终于在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有这样子的机会 好好的对爸爸们说一声感谢 在家里面他的努力 他的复苏真的不容忽视 他们都是家庭的顶梁处 家里因为有他们支撑 才可以成就一段幸福美满 其中最高龄的91岁正连才 早年投身铁路运输承篮业 后来从事农业 并且获得示范农家表扬 工作退休之后也致力于服务社会 认真打拼的态度是晚辈学习的对象 而最年轻的模范爸爸 是45岁的曾雨群 带着三位语言发展迟缓的漫飞天使 精神上经济上的付出 超乎常能想象 而他不辞辛苦 以正向乐观的态度 用心亲自陪伴孩子成长 今年荣获告示词笑家庭开模 各位欣赏来宾 我们在一个热烈的掌声 恭喜在台上所有的模范父亲 恭喜所有的爸爸 民国64年 福泽基金会发起模范父亲 选拔及表扬活动 至今48届 希望将模范父亲 优良典范传承给社会大众 延续基金会发起人 强调父爱的信念 提醒大众孝道 以及父慈子孝的家庭伦理 情景观念 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 而被忽略或是淡忘 肯定模范父亲 为家庭无怨无悔的付出 记得高雄综合报道 高市福举办2023高雄永续城市高峰论坛 邀请产官学各界针对城市净铃治理 产业智慧减碳等关键议题相互讨论 由于净铃 已经是国际趋势 加上台湾探权交易所总公司 将设于高雄 高雄市长陈其迈 也希望借由政策 和观光的领先 让更多减碳技术公司 可以落脚高雄 高雄市政府4号举办 2023高雄永续城市高峰论坛 市长陈其迈受邀出席 陈其迈表示 高雄工业生产占比 是全市盈利事业销售额的 55%以上 一年排碳量共5700万吨 是台北市的5倍 现在正是高雄面临数位 近临转型的关键时刻 要掌握先机 引领台湾产业迫肩而出 迈向转型道路 过去是从政府的行政之道 从你的公布 你的标准是多少 你应该要符合这个标准 那你应该怎么做 那其实 安全交易所的一个成立 意味着台湾的监碳 进入另外一个时代 就是由市场的驱动 所以像澳门的SPEC 这个今年5月已经剩下 那它几个重大的这些产业 包括钢铁石化 包括肥料 以及水泥等等 那各是过去 大家都知道这些都在高雄 台湾探权交易所总公司 即将在高雄挂牌营运 陈其迈感谢中央支持 由于高雄的排碳量 约占全台湾的20% 可见市场就在高雄 有量就有价 而教育所的成立 代表台湾减碳 卖入市场驱动的时代 现在已经是国际的趋势 高雄产业在面临挑战的同时 更要强的先机 所以碳权交易所 为什么要设在高雄 当然碳权交易所 来到高雄之后 其他所引申的 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各个面向 不管是厂学的合作 或者是技术的创新 更正的碳权的交易 等等市场的管理等等 这些都是未来 我们要鼓励的重点 当然我们也希望说 有更多的 砍技术的公司 能够过程来到手 相关包括像SAP 砍判查等等 砍判率等等这些的制度 法规 以及相关的验证的这个制度 可以多过程来到手 2023高雄永续城市高峰论坛 从法令趋势科技 生活解析绿色潮流 从不同面向 剖析近零 说明企业绿色转型中 可能面临的各种挑战 带领大家从高雄典范 看见台湾绿色 永续的新蓝图 记得高雄综合报道 台湾首座 实境体验互动亲子乐园 在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 盛大开幕 设置户外六座 亲子童想游乐设施 以及室内四组 方配沉浸互动体验游戏 要让大小朋友 一起体验开心玩乐 小朋友们捡起地上 五颜六色的小球 瞄准眼前的目标 往前用力一丢 他们正在体验互动投影游戏 探险森林 玩了一个游乐设施 还不过瘾 接着便到户外 体验小朋友相当喜爱的 旋转木马设施 开心对着镜头 比出耶的手势 满足的笑容写在脸上 我觉得很开心 投球我觉得很好玩 我玩了投球和旋转木马 我觉得玩投球很刺激 很兴奋 这是由方正联合主办 书发部高市府携办的 台湾首座实境互动亲子乐园 2023方Play嘉年华 在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 盛大开幕 结合美式嘉年华与5G沉浸式体感游戏的创新概念 为亲子乐园带来有趣的娱乐体验 我想这不仅仅是我们的数位科技的一个展现 而且是我们提供了更广泛的一个 一个生成的一个应用的 还有一个可以体验的一个模式 在艺文场馆引入5G沉浸式体验游戏的应用 是全新的尝试 除了设置户外六座亲子同享游乐设施 室内四组方Play沉浸互动体验游戏 更结合5G AIOT的相关技术 打造精彩刺激的游乐设施 在此也感谢书发部的支持 让我们也有机会把5G的技术 带到我们的儿童游乐园 有点像儿童游乐园这样的设施里面 未来我们不只是会只有这些设施而已 我们还会再花更多的时间 去想更多的内容的应用 然后还有更新奇的邮剧 再跟大家再次见面 在记者会上透过受赠仪式 赠送乐园的票券给各式单位 要让更多弱势团体 也能一起体验 夏日Found Play嘉年华的种种乐趣 我们就是会跟一些社福团体 还有就是小朋友的一些 弱势团体等等的 我们都会让他们免费来搭乘 那也会多去推广像这样的一个公益活动 2023Found Play嘉年华高雄卫舞银场 于8月4日到10月10日 在活动会场也可以拿起手机 扫描QR Code 就有机会召唤卫舞银吉祥物花露露 一同合照 体验虚实整合的游玩乐趣 记者苏涵军装书庭高雄报道 以下是这个星期的新闻回顾 日前杜苏睿的强风肆虐 造成高雄市区许多路数倒塌 甚至还有不少车辆遭到倒塌的路数 砸中的情况 灾后的清理工作是让市府疲于奔命 接下来也将全力清理公园内的断枝残业 而原本因为强风休息的爱河湾三支充气装置 也在7月31号重新亮相与大家见面 半夜突然强风袭击 高雄市路上随处可见路数青岛的画面 杜苏类肆虐不过一天的时间 杠市公园以及行道数 受损以及行道统计超过900件 杠市动员720人次 以及460部各式大小机具 先抢通重要的路段 接下来各地的树木残枝 也将在本周全数清理完毕 当下竟有预备能力去做一个支援 先紧急做排除的动作 整个市容恢复景观恢复交通为优先 我们陆陆续续再做一个后续的一些清扫 一些把数跟整个夹走的一个动作 接下来我们会进入我们的公园里面 做一个全面的清除 还有一些清扫的一些动作 不过因为风势来得太急 树木倾倒的时候 有不少民众的车辆遭到损害 也导致抱怨连连 甚至更有民众提出要申请国赔 只是根据法令的规定 天灾并不属于国赔的范围 民众要成功申诉恐怕不容易 因为杜树的台风已达中台上线 超越普五峰及时级峰以上 它的规定是大树林跟白起建筑物 毁损标准 因可规则于天灾所引起的灾害 天灾期间是没办法办理理赔 民众如有需求申请国赔 公园处予以尊重 原本在爱河湾的三支空气装置 也只比市民多放了两天廉价 随着台风远离 立刻重新上工 再次用可爱的表情和模样 来抚慰大家担心台风受灾的心情 而另外的好消息 就是杜苏瑞台风带来的雨量 解除了南台湾的水晴之苦 高平溪的流量曾经高达 每秒2800立方公尺以上 也由于整体水晴已有好转 高雄地区的水晴灯号 也转为水晴正常 记者高雄综合报道 杜苏瑞台风清台期间 高雄市环保局紧急派出超过1500人次 清理风灾的垃圾 两天时间已经清运有407顿 高雄市长陈其迈也在大风大雨中 前往慰问劳苦功高的清洁人员外 也陆续前往多处工程现场视察 慰绕辛劳的前线工作人员 同时丁宁在作业上安全要紧 夹带着强劲风雨的杜苏瑞台风 从27号晚间开始 就陆续摧残着市区行道树 高雄市环保局也同步在当天深夜 紧急驾派1489人次的清洁人员 367车次 清理排除风灾所造成的枯枝落叶等杂物 希望可以加速恢复四隆的脚步 好啊 请看啊 请看啊 好啊 好吗 在这里 请看啊 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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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碗啦 请看啊 在环保局冒着大风大雨 作业不停的清理下 截至29日上午 总计清除风災后垃圾 供给有407吨 高雄市长陈其迈也在28日下午前往视察 并制证热食饮品 足以慰问前线坚守岗位的工作同仁 给予加油打气外 也提醒务必要注意作业上的安全 最后陈其迈也港湾谷山区华龙路 视察台电便电箱更新作业 并且强调 台电同仁冒险抢修非常辛苦 市民要多加体谅 同时也送上热腾腾的蛋饼以及豆浆 为了感谢现场工作人员 一整个风雨强劲的下午 陈其迈依旧马不停蹄 继续港湾谷山区龙德新桥视察 对于新桥防训准备成效良好 陈其迈自证点心 感谢公务同仁的努力用心外 也还是不忘提醒工作团队 与众作业安全第一 记者李嘉隆高雄报导 高雄市慈善团体联合总会 开办港都联合助学计划 长达27年 每学期都邀及受助学子 与任助单位相见欢活动 高雄市长陈其迈也出席相见欢活动 除了感谢此总 与当中90个助学单位提供资源 也鼓励这场220位学子 要认真加油 社团法人杠市慈善团体联合总会 一号与杠市政府社会局 办理助学方案相见欢活动 高雄市长陈其迈特别出席 为学子们加油打气 当然我们私下 康体联合总会真的是最大的工程 在27年来 我们同学能发现多万 每年大概要500万 它让我们的小朋友 能够在最困难的时候 获得最大的帮助 那也能够帮助他们的运动 那可以说是 对于我们同学是一个很大的福利 也让我们同学知道说 原来我们辛苦的时候 手心向上 当有能力的时候 就手心向下 能够帮助很多人 港督联合助学方案开办至今 已经超过27年 累计帮助8000多人次 提供8100万的助学金 辅助弱势学子安心就学 近年更将协助的力量 扩大到帮助成绩优秀的学子 出国深造公读研究所 还有协助获得公式学生剧展 入围的杰出学子 提供额外圆梦经拍摄短片 联合助学方案开办以来 受助的学生在各个领域发光发热 并且尽一己之力 投入公益活动回馈社会 成为助人者形成善的循环 这个社会其实就是 我为人的人的人为我 是一个卤助大家共同 包容成长的社会 这个社会没有如善其身的 也没有自己一个人 就可以成就什么事情 一定是大家互相帮忙 社会和行 大家帮忙成长 进步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代表视频 来感谢我们赞财算的市长 还有我们所有的认助单位 他也要带典力 我们所有的认真教育 公司社会局也积极办理 青年自立发展等脱贫自立措施 举办额哨未来教育 以及发展账户 促进特定的对象 以及弱势者就业等措施 希望青年学子 能够以自身的力量翻转未来 脱离贫穷的循环 记者高雄综合报导 高雄市本和安居社会住宅 居心开工典礼 高雄市长陈其迈 协同副总统赖清德 国家驻都中心代理董事长花敬群 立委李坤泽 议长康玉成等人 职产动土 陈其迈表示 为了全力推动社会住宅兴建 高雄市成立社会住宅平台 整合中央资源 与中央驻都中心对接 提供单一平台 高雄市本和安居社会住宅 举行开工典礼 市长陈其迈 与副总统赖清德 立委李坤泽 议长康玉成等人 职产动土 陈其迈表示 累计社会住宅目标 是一万五千户 希望能够解决年轻朋友 市民住宅的需求 让民众有相同的居住权利 今天最主要的是来参加我们本和安居社宅的动土典礼 这个规划设计当中 所以累计我们现在社会住宅的目标 是一万五千户 那希望能够来解决 我们年轻朋友 还有我们市民 这些住宅的一些需求 希望说他们能够用比较低的成本 能够有同样的居住的权利 陈其迈表示上任市长后 推动社会住宅目标为一万两千户 现在已达一万五千户 并朝向一万八千户目标 他感谢中央这几年给高雄市最大的协助 所以跟赖副总统报告 我们当时在花妈市长的时候 我们规划新建的社会住宅是481户 在韩市长的时候是零 我上任之后推动达到一万两千户的目标 现在一万五千户 我刚刚在受访还一万五千户 现在刚刚住宅中心花次长 讲到了已经到一万八千户 所以我一直认为说 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你假如自己不努力争取预算 你假如不努力的来加快进度 那中央要怎么帮助 我们地方政府 所以我真的要非常感谢中央 在这几年给我们高雄市 最大最大的协助 本核安居建筑规模为地上14层 地下3层 可提供245户设宅 低楼层规划设置社区集会空间 及店铺等 创造友善邻里关系 前岸预计116年6月完工 记者李正道高雄报导 台日情谊在天一专好事 由于位在高雄市日桥校舍的外墙 已经老旧斑驳 立法委员赵天霖 特别向中央争取经费来做美化外 同时也申请了更换全新的PU跑道 为校园学童带来更好的成长环境 也让台日之间的友谊更加深化 一边是校舍明亮缤纷的中正国校 而对面的日桥校舍 却显得灰暗老旧许多 担心影响日籍学童的上课情绪 以及校园使用上的安全 立法委员赵天霖 就成功向中央争取到日桥学校的 外墙整修经费 也间接让台日之间的情谊 从校园开始做起 可以让我们日本的小朋友 可以在更好的学习环境里面 来进行学习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的是 我们目前的这些校舍 里面的一些设备已经更新了 但是外墙的部分呢 还是属于比较老旧 那所以呢就很希望 可以争取中央的经费 让中央跟地方 一起来完成这件美好的事情 那我来就进行着手努力 那我们就积极的提出了 教育局1700万的 这样的一个建设的需求 那我们期待教育部 可以尽快的核定 然后来促成这样的一件美事 今天谢谢赵天宁的委员 还有高雄市的议员 还有国教组各位大家的帮忙 中正国小学校这个校舍 我们台湾跟日本的 更友好的清散 也友好的关系 能够更把它发展广大 一起开心地比着手指爱心 赵天宁在地方明代和局处首长的陪同下 与日桥学校的师长们齐聚一堂 共同视察校园环境 借此表达对彼此之间的支持感谢外 同时也预议着台日情仪的紧密连接 两国的小朋友在这里啊 真的是这个非常的开心愉快的相处 那么除了上学期会安排 两个学校的学生 这个在一起上课之外 也会在下个学期都会安排 日级的老师来教授我们小朋友 这个基础日语 所以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氛围啊 也让我们的小朋友更有国际观 那透过今天来这个中正国小的日桥学校 这个修缮工程的推动 那让两地的这个小朋友在这边 不但是能够在同一个地方受教育 也能够分享同样的自由民主的文化 跟这样这样的文化下成长 让两国有更深的感情 教育真的不分国界 然后让中正国小 可以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藉由中央跟地方的通力合作 让在这里日桥的学生 以及中正国小学生 然后在一个非常越来越好的教学环境里面 我相信他们会有很好的教育品质 大伙俏皮的在刚更换跑道的操场上 做出起跑的动作 赵天龄笑着提到 自己平日就热爱慢跑 甚至运动对于身体健康的重要性 因此向政府申请经费 来补助校园需要更换的全新PU跑道 补助更换数量更是全台最高 希望学子们可以在安全舒适的环境中 尽情游乐 安心成长 那我们高雄市呢 这一次争取到全国最多的100多条的跑道 那在我的全区我们争取到8条 那其中一个就是中正国小的 现在看到的这个美轮美奂又兼具这个排水的这样的一个跑道 现在成为了这个日本小朋友 台湾小朋友 以及附近社区居民最好的一个空间 然后让我们的小朋友 可以从小学开始 就喜欢跑步 喜欢游泳 喜欢打篮球 喜欢做各项运动 然后让台湾成为是一个健康 而且用体育来见证我们国立的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署的经费的部分还有体育署的部分 总共我们争取到了全国最多的164条跑道 那164条里面我们天宁这边委员有帮我们争取到 选区内有8所学校有这个跑道这部分 那今天我们的中正国小就是其中一所 我们去年已经完工了 今年特地再来看一下 这个学校的设计规划相当的良好 中正国小与日桥学校 从2014年就开始共有校舍 也逐步促进台日之间的良好交流 校园内有着别具风格的双语标志 让孩子们从小就培养出国际观 也学习到尊重其他国家的文化 融入地球村 成为真正的世界公民 记者李嘉隆 许日谦 高雄报导 亏为三年 日本熊本县青少年大使团 再一次到访高雄了 与高雄的中山国中 汉民国小以及小港高中的 学生们进行交流 他们一起上课当同学 虽然语言不见得完全都听得懂 但是透过英文沟通 以及匕首画脚的方式 也是相当的有趣 一只可爱的巨型绒毛玩偶 惊喜现身到处跑来跑去 逗趣的模样 让现场的师生哈哈大笑 这是日本熊本县的人气吉祥物 熊本县 带着台湾与日本的老师和学生一起大跳体操 播放音乐搭配活泼有活力的动作 大家纷纷跟着节奏动动身体 看起来非常有精神 现场气氛相当热络 不少学生开心与熊本熊合影 不过这只日本的熊本熊 怎么会出现在高雄呢 睽違三年 日本熊本县青少年大使团 再一次到访高雄了 与中山国中 汉民国小 以及小港高中的学生们 进行互动交流 虽然在语言方面 不见得双方都能完全听得懂 但仍然能以英语来做沟通 现场欢笑声不断 看起来非常有趣 我日文是没有很好 所以基本上我们都是用英文来沟通 就是稍微有一点比手画脚 就是很有趣这样 当然我们平常都是跟日本 同年代的同学在做交流 那这是有这样的机会呢 可以来到台湾 可以跟不同的国家 同一个世代的朋友进行交流 那我非常地期待 这一次的台日交流有所不同 从文化体验走进课程学习 让台湾与日本的学生们 一起上课当同学 日本学生可以体验 台湾学生上课的风貌 台湾学生也能透过对话与相处 感受一下日本朋友的生活文化 我们就是希望透过国际交流活动 来培养孩子对国际事业 还有就是做一个青年代表大使 来跟我们的国际其他国家来做朋友 然后一起上一堂 在国小国中高中的真正的一堂课 然后学到东西还可以带回去 因为这过程当中 一定会互相帮忙互相讨论 这样子才能缔结他们的情谊也会更熟悉 我是自己是蛮好奇日本学生的生活 因为他们好像跟我们的作息会差别很大 所以就是希望可以互相了解 台湾与日本的学生们一起体验各式课程 像是国标舞 数位穿花 与造型气球等特色课程 让日方学生们参与并做出成果带回日本 留下在台湾的美好回忆 高雄前镇与港前瞻预算总经费81亿 遭到北部蓝营认为费用太高了 应发一波讨论 对此当地里长林洪泽出面抱不平 强调这笔经费是嗶嗶都花在刀口上 表示天龙人不懂打狗人的苦 此外高雄市长陈其迈也出面回应 应该不分蓝绿共同努力 认为前镇与港的改建是破载眉睫 所以你说81亿对于高雄人来讲 好像花得很多 其实远远来看 整体的国家建设来说 其实是不够的 前镇与港前瞻预算潮得沸沸扬扬 北部蓝营炮火猛烈 对于总经费81亿遭批费用太高 让身为陶海人的子弟林洪泽有话要说 认为天龙人不懂打狗人的苦 你们在台北吃这些鱼货的时候 却没有办法体恤高雄前镇与港 它必须要有设备上的一些更新 反而来指三骂市的 这个我觉得是不太公平 北部早就都更新的差不多了 所以当然中南部需要这些的经费 需要中央政府的资源 前镇与港是台湾远东最大的远洋与港 年产值更是超过300亿元 目前已经使用超过50年的时间了 设备老旧需要更新 因此林洪泽认为这81亿 是比比都花在刀口上 可是我希望北部的民意代表 在思考或是在批判这些经费的时候 必须要去了解到整体的事实 像这个台北市场 它在1975年开业 它的面积只有7.56公顷 营业额只有220亿 改建费用就花了163亿 我们高雄渔港从1967年起用 那我们的面积有82.24公顷 年产值有300多亿 那我们改建费用才81亿 前镇与港又是全台湾最重要的渔业基地 所以在这样的改建上面的时候 你连做功课都不去了解 其实前镇与港 它是全台湾299个渔港当中 渔货量最高的沿洋渔业中心 甚至它的渔货量比其他298个渔港 加起来都还要多 长期供应全台湾各地的这样子 民众使用的这些渔货跟海鲜的供给 那现在呢 使用了50年以上 必须要进行大量的更新 而当时在韩市府时期 其实也有提过类似的改建案 当时中央也是来予以批准 但现在呢 国民党换了位置换了脑袋 为了选举 却为反对而反对 要来反对自己当时也提过的 前镇与港改建案 这样子的一个对高雄好的建设 北部的发展已经相对完善许多 南部前镇与港翻新相关工程 却被抹黑栽赃 令洪泽感到十分无奈 而除了里长议员纷纷抱不平 高雄市长陈其迈也不忍了 表示对某些政治人物 用这种天龙国的眼光 真的不以为然 已经50年破旧不堪 然后污水道 所有的污水全部都灌在前镇与港 所以对地方稍微了解的人 都知道这个与港的改建破在眉睫 当时的市长 是韩国瑜市长 是高雄市政府 国民党主政的韩市长 所提的这个建设 我当时担任副院长 我就跟苏院长说 这个对高雄来讲很重要 对台湾的原谅渔业来讲很重要 所以地方国民党执政 中央民党执政 大家合力促成 怎么到选举的时候就走样 前镇与港经费议题 仍然在持续延烧 陈其迈认为照顾渔民 应该是要不分蓝绿 对于南北均衡区域的发展 也应该是要不分蓝绿 大家共同努力来做 签证与港的改建是迫在眉睫 记者苏宦军 庄书庭李正道高雄报道 国立高师大附中 于8月2日举行校长交接典礼 由附中首获师夺奖 及三度担任教务主任的欧志昌 成为第二任领选校长 对于学校的未来 他盼望孕育出品质 品味品格皆家的三品学生 打造出亮丽的副种品牌 不答 知敦聘欧志昌老师 担任本校附属高级中学校长 国立高师大附中 今日举行校长交接不答典礼 由李靖阳校长交办给欧志昌校长 除了校内及退休教师们 立委赵天林 林黛化也共襄盛举 现场参与的产官学界人士 纷纷至上敬意 担任校长职务10年的李靖阳校长 对欧志昌校长给予极大的肯定 也叮嚀他要好好照顾自己 人生就像骑脚踏车一样 为了要保持平衡 只能往前进 所以我的交棒跟卸任 它并没有结束 还是在教育的历程上面往前进 我们也希望所有的老师 同学都是往前进的 好好照顾自己 然后才能够把大家照顾好 当校长的历程里面 你会有时候会让你觉得好像很辉煌 有时候好像也很挫折 也很孤单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都要回到自己身上 好好照顾自己 欧志昌校长教学成果卓越 除了是高师大副中第一位 获得师朵奖殊荣的老师 在数学教育领域有极大的热忱 更曾经三度担任教务主任 对校务和教学的熟悉度 让他顺利当选第二任领选校长 对于阶下重责大任 欧志昌也有宏大的蓝图 那我接下来的施政重点 会强调在学生的三个品格 三品教育上面 主要是针对学习有品质 那生活要有品味 那我们希望学生都可以有好的品格 那也可以透过这样打造附中的品牌 那我想比较重要的是 希望我们的孩子在附中全能教育的环境底下 可以对生活有感知力 那可以感受人事物 然后有很好的学习 那这样子可以成为一个很独特的附中人 老师同学都可以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那才能够有好的学习的一个表现 那我自己也会照顾好我自己 谢谢 过往当中跟附中小校长的互动 跟他的团队互动是来自于我对我们高雄市国小 尤其是国小端的数学学习的落差 跟我们经典语文学习的推广 高四大附中小因为他们的一个整个的历史背景 是师范大学体系国语文的这个专业上来讲 确实有其他的特色 所以我就找到了高四大附中小的李清阳李校长 那当然未来也期待我们的欧校长 也能够继续的来支持我们高雄市教育局 在国中小端的一个相关学习领域的推动 这是戴华的一个恭贺以及这个期待 那当然戴华在这边也一定会是 高四大附中小的最佳好帮手 家长会献上蒸笼与蛋糕 期待高四大附中能够蒸蒸日上步步高升 李清阳校长更赠送日本群马县手绘大师 制作的达摩翁 以点金祈福之意祈求效运昌隆 最后更由新任的行政团队献上花束 除了感谢李清阳校长的十年奉献 也希望欧志昌校长带领学校开拓新视野 活动现场既活泼又温馨 在喜悦与祝贺声中展开新的篇章 接下来王天伦李凡飞高雄报导 高雄紫关区有一间 汇集陆海空动物的宠物互动园区 不仅可以让羊驼趴在身上喂食 还能抱抱胡蒙 让许多热爱宠物的民众都屈之若鹜 非常适合带着小朋友认识平常触碰不到的可爱动物 您曾经想过将可爱的胡蒙抱在怀里吗 在高雄紫关区的这间宠物互动园区 老板和老板娘本身就非常热爱动物 饲养了羊驼 胡蒙 鹦鹉 鸭子等各种猛宠 后来决定替家中的宠物打造一座自由快乐的乐园 并将场域打开 希望成为更多人认识生命的地方 因为我跟我老公本身我们就都很喜欢宠物 那这些宠物也原本就有饲养 不是因为要打算打造农场才去买的 刚好是相反 是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们也退休了 然后想说就有这样一个原地 我们自己看了也很开心 然后有请朋友来 朋友也觉得这样子很好玩 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农场 而不是以盈利为目的 对 第一次来这边就胡蒙嘛 因为可以抱在手上就很疗愈 一般没有机会可以这样摸它 那边的羊也很激动 就是你红萝卜喂它会像狗一样 就是趴在你身上 很可爱 招牌羊驼和小羊非常亲人 遇见手拿红萝卜的客人们 就前铺后继地涌上来 这里的宠物们不仅不排斥和人互动 还身怀绝技 拥有各式各样的拿手表演 他如果不吃了就是他不喜欢了 对 因为他可能知道 他等一下要吃更好吃的 对 等一下大概三点多的时候 热哦 没有夹到 对 好棒 喜欢动物就是来看看动物这样 养头 对啊 可以就是近距离这样子去感受它们 快乐奔跑在草地上的狗狗和自由穿梭在园区内的饵汗兔子 显示出园区非常用心的照料 也会特别照顾待产及刚生产完的妈妈 全方位顾及身心灵健康 并在适合的时机在开放互动 以动物的舒适为第一原则 服以导览解说 让民众能更认识自然生机 打造出人与动物都能享受互动的小小动物乐园 记者吴家伟 李凡飞 高雄报导 接下来提供给您最在地的港都生活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找握最在地的即时讯息 除了准时收看港都新闻之外 也可以搜寻高雄都会台YouTube频道或FB粉丝团 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咯 以上就是今天的港都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祝福观众朋友们平安顺心 我是庄舒婷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